昨天起我国中东部地区大范围的雨雪天气开始蔓延 长江中下游地区降下了中道大雨 而西北华北江淮多地则是飘起了雪花 对于北方人来说 这场雪带着九旱冯甘露的喜悦 从昨天夜里开始 北京降下了扬年的第二场雪 大部地区降雪量为1到2毫米 西部北部地区为2到3毫米 天津昨夜也迎来了年后第二次雪景 不仅缓解了北部季县山区的防火形势 也有利于东小麦返青 为杨柳青元宵灯展装饰的花灯 也与白雪相应成趣 在河北唐山 洋洋洒洒的雪花 好比自然的加湿器和空气净化器 最近比如说有雾霾嘛 然后雪就是比较脏 因为我记得古时候有那种用雪水泡茶的那种习惯 我非常的向往 我觉得我希望有一天也可以咱们的雪也可以用来泡茶 冰雪也给一些地方带来安全隐患 在阿拉泰市平安巷小区三号居民楼的一侧 一栋楼上的积雪 时而融化 时而冻结 形成一个巨大的冰柱 从六楼一直垂到一楼 长近20米 当地消防部门接到群众求助电话后 及时派出官兵 疏离楼下行人和车辆 从六楼开始 由上而下 由内而外 逐层清除冰柱 这才解除了居民的安全隐患 这一次这些消防冰带我们也很放心